今天想和大家玩的這款是由漫代出的SHF的永恆水冰月 這款我會買的,我覺得是做得蠻漂亮的 來看看這個盒子 其實我覺得這款系列出得最漂亮的是特別配色版的水冰月 不是這個版,是動畫版那款,那款是很漂亮的 看看遲些我有沒有機會可以入手 這款我入手價大概是2002元左右 價錢是便宜的,真的便宜到可以說是鈾電 那盒子大概是這樣 萬代其實做美少女電視系列一直都覺得不算差 唯一差是差在關節,久了會自己開裂 第二盒這個是配件,我就不開給大家看了 大家都有三個表情 六對手,一個拳杖,還有一個支架 這款是本體,不過都開了,都不差我一陣 它這款是有點簡陋的,為甚麼呢 沒有像小兔一樣有單獨包裝來裝這些手型 可能因為手型太少了 可能因為手型太少了 那就是本體 那這個防儀式真的防到位 因為它下面有雙大雞翼 我們先把它拿出來 拉近一點給大家看 支架方面見到 Ethala Sailor Moon 那就是永恆水冰月 我不知道是否讀水 但是好像是中文 港澳台都是叫水冰的 好像是水冰月的 那我看到Ethala 4點初遺 那到這支拳杖 拳杖的上色是 挺漂亮的 不錯不錯 可惜它中間的粉紅色點 如果不是這支拳杖 變成透明件 紅色會好看很多 那支架方面 這支架有些特別 這支架是這樣的 以前均勻的支架 全部都是一個圈的 插下去可以變成這樣 好了,方便你裝 架起那雞翼吧 那到手型方面 那如果是這樣 我開不開來用呢 有些選擇困難症 那手型方面 就是 張開手 還有一個 蜘蛛俠手型 那 渣武器的手 還有指天指地的手 還有一個半ES的手 應該算是 那再看看配件 頭部 我覺得這三個表情比本體更漂亮 本體那個有點差 我稍後跟大家說 它差在哪 我覺得最漂亮是這個 就是這個 那好了 我們看完配件 看本體 那本體方面呢 就是這樣的 我說它的表情差 就是差在這個 怪怪的 大家看一下 我們先來拆一張紙 這裡應該要拆出來的 可以拆 可以拆就容易跟大家講解 那就對雞翼吧 雞翼是透明件來的 居然 這個給我一個驚喜 即是透明漸變件來的 那這對雞翼 就算大家不用在它身上 要用來改裝其他食車服 都可以的 即開個洞就可以了 那這對雞翼也有關節的 真是良心的 不是開玩笑 那我們看看本體 本體方面 頭部 頭髮是一個深色黃到漸變黃 整份應該是透明件來的 那比普通那隻水冰月 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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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隻 不是我開玩笑 因為我兩隻都有 我知道 我現在這樣對比過 大概是 這隻是比那隻 但這件衣服 我喜歡普通那隻多些 老實說 我買它都是為了齊人的 我並不會玩 因為 我其實不太喜歡美少女戰士 這條 紅色 這條絲帶 就是硬膠 來的 所以大家要小心一點 容易斷 基本上是這樣 那 這裏 關節 關節我都怕開裂 但目前是沒事的 剛剛對不到招 手的可動 是可愛的 這條線可惜拆不出來 導致 好影響可動 哪怕你好像拿著那條裙 那條邊可以 上下擺也好 都方便些 這隻是真的不行的 那條裙就是超短裙 小內褲 都是標準那些美少女戰士的關節 其實這隻呢 就是 用回美少女戰士的數目 看來 將那個舊帽 炸 那個叫什麼 價值 炸取勝餘價值 到 即 怎麼說 簡單來說 就是那個帽用到爛為止 那 腳的那一棟 EO的那一棟 那 美少女戰士我其實裏面 最喜歡的是天王移戶 還有一隻海王半 其他就是一般半 那 這個系列 如果他配合一隻 禮服毛面盒 我應該都會買一買的 畢竟我 昨天我買了 金星 火星 水星 冥王星 土星 接著 海王天 還有那隻叫什麼 天王瑤 再加上少少套 還有這隻我都全部買完了 就是欠禮服毛面盒 和黑套 就是黑套 那我就全部買完了 這樣就可以封坑了 這個 換手方面就是 這裡拔 這個球形 都很粗的 我就說少少套 就用不到這種球形 因為少少套 成績的比例很小 手型方面 就可以換這些 看一看 看一看 這邊好像沒有 手型 好像有一隻 有一隻 漂亮的 怎麼說漂亮呢 就是姿勢好看 有點難插 我發現萬代的模型也是一樣 你本身插在手上 很容易拔 但看換這些 就很難放回去 就是這樣 手型 大概是這樣 我們先看看細節 剛剛看完可動 頭部的細節 換法方面 都是屬於難摸 等一等 等一等 一拔它就彈走了 先看看 我這個 這個我不好看 好像這個 這個樣子比較傻 換了 之後就是這樣 胸口這些上色都OK 整隻手 走油上色出界 是有 但是屬於可以接受的程度 範圍內 腳這些鬆緊度都OK 基本上是這樣 裝回雞翼來看看 我為什麼拔了雞翼來跟大家玩 因為雞翼其實有些 左擺姿勢 即是玩的時候 很左擺 裝回雞翼來就是這樣 那它的支架 之所以比成這樣 我猜應該會多或少 因為它想 這樣吧 是不是這樣呢 想這樣插著它呢 這樣就不知道了 好啦,今期視頻到這裡 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